欢迎点击此处订阅Net简报 我们将在每个工作日发送最新内容至您的邮箱 华盛顿 在互联网管理上 中国和美国曾经有着截然相反的表现 北京实施高度的国家干预 他们封进主要的外国网站 给开发取代西方竞争者产品的中国公司提供保护 严密控制网上的言论 美国则代表一种全球开放 这种开放帮助了一代互联网巨头主宰世界 然而 当特朗普总统发布可能导致两个世界最流行的中国制造应用TikTok和微信 在美国北京的行政命令时 白宫发出了愿意采用北京那样的排外策略的信号 周五 特朗普进一步下令 要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放弃在美国的资产和TikTok在美国收集的所有数据 周一 特朗普政府还进一步对华为施压 限制这一中国科技巨头从国外购买使用美国技术的电脑芯片 在此之前白宫在本月提出一个方案 也构成安全威胁为由要开始清除美国网络中的中国应用和电信公司 这些行动预示了一种新的更具侵略性的美国技术监管哲学 这一哲学贴近中国的保护主义 尽管它的目的不是审查内容和控制人民 这一转变可能会对Facebook和谷歌 Google这样的美国互联网巨头造成伤害 这些公司从中国以外的无国界数字领域大大获利 而像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的试图向西方扩张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也可能受到伤害 如果更多国家跟随特朗普 以外交顺从保护主义目的 或是以公民安全的新顾虑为邮禁 行数字控制 互联网会变得更像一个许许多多封地拼凑起来的地方 和把世界旅行碎片化的签证政策一样 销售禁令毫无疑问将引起暴富 并可能造成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目睹的那种互联网断裂 这是专制国家喜闻乐见的 多伦多大学盟客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公民实验 是研究小组Citizen Labor Search Group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SMUNC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 主任罗恩迪伯特 说 在高科技行业管理方面 中国和美国的起点迥异 中国共产党无法容忍本国公民 在网上或其控制领域以外发表反对自己的言论 他也丝毫不掩饰培养中国公司的高科技专长的野心 外国竞争者表示 有时这会导致当局给予本国公司不公平的优势 针对TikTok和微信的白宫命令被关以 不让美国公民受北京数据收集威胁的保护手段之名 欲计将在9月20日生效 他们似乎还源于另一个理念 即中国违反民主规范的行为应该受到同等性质的惩罚 正是这种对等原则指引了特朗普政府 最近与北京在贸易、行业政策及新闻媒体方面的对峙 特朗普总统的一道行政命令可能导致抖音在美国被禁 该应用在加利福利亚洲卡尔福城设有办公室 Chris Delmas Agents、Frasse Press、Gatty Images 但江队等人则运用到互联网管理 美国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虽然几乎没有国家权盘接那中国封闭花园式的网络空间管理方法 但很多政府对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Amazon 这样的美国巨头在其境内的主宰地位感到不安 并且正在考虑对他们的运营施加薪的税收与限制 看到特朗普政府压制TikTok和微信 其他国家有可能会重心审视自己对美国科技提供商的依赖 越南和土耳其就已经收紧对美国社交媒体的控制 迪伯特说 在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地区 中国软件和社交媒体公司极有打败西方对手的潜能 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扩大影响力 而且因专注于提供低价设备 中国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制造商已经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 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扎尔·迪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不受任何网络相关的 包括重要基础设施、公共健康与安全以及经济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本月称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是霸凌行径 汪文斌没有谈论中国自己对美国网站的限制 只是说其他国家可能开始以国家安全的借口来抵制美国的公司 美方务必不要打开潘多拉盒子 否则将自食其果 他说中国的数字割裂始于1990年代末 从那时开始建设一个网络控制的复杂装置 防火长城 北京市其境内的网络为国家主权问题对现场内容严格审查 随着时间推移 中国封禁了谷歌、Google、e、搜索 还有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 及包括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内的新闻网站 在墙内 阿里巴巴、百度和打造微信的腾讯这样 阿里巴巴、百度和打造微信的阻力